首先看到国内26号新增21例本土确诊 82例境外移入 没有死亡个案 国际疫情方面 南韩再度新增33万例 政府防疫政策被质疑功效不张 不过南韩当局声明 疫情已经度过最高峰 确诊数也逐渐下滑 认为形势有所好转 日本也再增4万多例 当地沿野抑制药厂开发的新冠口服药 目前正在审核贩售许可 政府表示一旦通过 就会订购100万人份 印度担任新增1000多例确诊 4100例死亡 据了解死亡案例突然暴增 是因为病入了几个省份先前积压的数字 印尼新增4000多例 其中占最大宗的是西爪哇省的1000多例 位居第二的是首都雅加达 中国新增1000多例 但若包含无症状感染者 则达到5600例确诊 创下近两年来的单日新高 其中上海就占快一半 为找出潜在的感染者 上海宣布25号晚间6点起 若无核酸检测记录 随身码就会被转为黄码 在上海将寸步难行 美国新增3万多例 由于目前欧洲的阿美康亚变种BA2肆虐 让专家研判 北美在未来几周可能上演类似情况 甚至面临比欧洲更加严重的住院潮 法国连续三天新增14万例 尽管政府放宽防疫措施 但考量到确诊数高居不下 部分学校再度要求师生佩戴口罩上课 德国新增27万例 卫生部长在25号宣布 要扩大第四季的施打对象范围 包含有高血压或心脏问题的 60岁以上长者 英国新增3万9千多例 根据政府资料 英国在本周一共新增 大约100万例确诊 当中多为Omicron亚变种BA2的案例